跟去年稍微難一些些 難題就在那邊 生態學、演化學跟植物學 生態學第四冊 基本上很多人是忽略不讀的 技能反而考很多 會比較難 可是對前科學生影響不到 應該是一張 節目中非常好的題目 題目難度 跟去年稍微難一些些 但是比較特殊的地方是 難的地方 主要不是因為我們過去常見的難題 也就是說 它不是常見的動物、生物學部分 而是難題就在那邊 生態學、演化學跟植物學 這三個部分 所以這次考到像什麼關鍵種 優勢種的觀念 生態氣味的觀念 這些觀念都是很多學生可能會忽略 生態學第四冊 基本上很多人是忽略不讀的 那技能反而考很多 好 搜集那邊 所以搜集那邊有所謂的 植物基素的一個抽血 就是填充體那邊 這個填充體當中 比如說這個第四十八級 可能就是很多人會沒有達完整景物 因為四十八級的考說 它的相關性影響 相關性影響是因為 增長素分配不均勻的地方 但是問題是四十八級講 是那釘的部位 釘的部位是已經成熟部 食物生長有一個成熟部 也差不多跟生長的地方 如果在釘一釘 它已經長過了 已經發育過了 生長素對它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像是作用在前端的邊 所以如果這個題目來看的話 四十八級來看的話 要搜尋寫出來 完整的答案可能不容易 今年的考題有一個特色就是 動物部分 什麼神經啊 生理學啊 小化呼吸 這些排泄 這些地方當中 題目出的比過去的比例少很多 而且都偏向記憶的題目 不像過去那個活用題目 它很少考到 比如說腎臟的排泄 因往是常考題目 今年幾乎沒有看到 本來今年是過去比較少考的 像生殖的部分 他就考多了 考多了 那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像實驗題當中 今年實驗題 終於考到青蛙解播了 因為青蛙解播 大家都說很重要 很重要 可是大概將近 應該是十幾年沒有考過 沒有考過 今天就考到青蛙解播出來 那這表示什麼事 大考中一個人 要再注意 過去題目的分佈 跟重點的分佈 所以大家有注意 他以前考過什麼東西 那今天就考什麼地方 要稍微編一下 分佈一下 讓學生特別要注意 他的讀書的整體性 閱讀成題的二十六題 這個二十六題 很多人可能會沒有注意到 那這個題目 看圖來說故事 就是講到什麼地方 紅樹也出現之間 那就講海水 它講的一個重點是關鍵 就是海水漁氣 所以它這個題目 今年題目的特色 每一個題目都有一個關鍵字在邊 那關鍵字沒有注意到 通常打不出來 可是在二十六題目的關鍵 就是海水入侵的時間 那為什麼會選擇 這答案是選西 因為有什麼原因 因為紅樹林是生活在 淡鹹水交接觸的地方 那如果海水入侵 紅樹林就是植物 就會比較有機會生長出來 所以這個題目 要從紅樹林的特性 跟所謂的鹹水 跟環境變化 來做討論 所以這個題目 我覺得基本上是 算蠻有見別度的 那同學要看題目 看文章 看數據 跟你的知識配合起來 做得蠻好的節目 因為雖然題目比較難 可是對前方學生影響不到 所以怎麼樣難 前方學生不是這麼厲害 所以不會影響太大 就像我們學生 聽在城南城 那個滿機會說 還是這些人 所以基本上 它影響不大 可能進了一個學生 可能進了一個學生 進了一個題目 有可能什麼現象 對實力強的學生 他可能不小心說過了 生態學生 演化的觀念 這可能 有可能 除非它是具面的 OK 開始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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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